哈喽大家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要感谢网络的力量 因为前几天呢 发布了关于这只宝宝 关于它的 比如说它的系列啊 它的皮革的名称啊 它的颜色的名称 或者色号等等 也收到了很多朋友们 给我的信息啊 感谢大家 从评论和私信来告诉我 关于它的信息呢 我放在简介里面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未来如果再拿它来 专门做一期的话 我们再聊一聊 它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我还要不断的 去收集它的更多的信息 那今天要聊一聊什么呢 今天聊一聊 关于马鞍皮的一些特点 经常看到有人po出来 它的马鞍皮的包包 在拿到刚刚没多久 然后上面就溅到油了 前几天有看到一篇 就是它的马鞍皮的包包 上面不知道溅了什么油啊 因为不太确认 也不好误导大家 就是它在溅到油之后 那可能一开始 也没有做什么处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居然那个油字 油印就没有了 那今天有看到 就是有其他博主 在马鞍皮上面 滴到油之后 上面 他说他看到 在国外论坛上 说可以放点生粉来吸油 然后他在马鞍皮包包上面 放了白色的生粉 看起来很好玩啊 那马鞍皮 它其实不是特别怕水 那比如说雨水也好 或者是洗手不小心碰上去的水 它慢慢的蒸发掉之后 挥发掉之后 还能恢复之前的颜色 那油呢 我就持保守态度了 因为油性的东西 它本身油脂含量就比较丰富 如果这个油呢 是带一些其他的颜色的 那很有可能上去之后 即便挥发完了 还留下了一些其他的痕迹 对不对 所以油本身如果只是很纯净的油 我猜想 它只要能够挥发出去 那马鞍皮的包包还能恢复一些 但是到底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就不太好说了 关于马鞍皮和油的话题 可能大家见到的非常多了 我也是不断的在收集 马鞍皮和油的一些特点 包括其他的一些液体 什么发胶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化妆品 或者是身体乳 还是什么护手霜之类的 可能会比较多了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使用马鞍皮包包的时候 要多加留心 吃饭啊 或者一些餐饮的这些油 还是要离它远一些 好不好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期 抛砖引玉 大家如果在使用马鞍皮包包的过程中 不管是颗粒的马鞍皮 还是光滑面的马鞍皮 多观察观察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信息 让我能够分享 在视频当中和大家共同 去了解马鞍皮的特性 好的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明天是一期日常内容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